先畫一個河昇的頭 大聲沒什麼所謂 因為它A4比較容易去做 這些全部都是上個星期教過的 我就不說太多了 但你要記住 那件衣服 我們畫到它好像有金石的味道 硬得像石頭一樣 現在我不說了 這個圓圈 它是要把它畫得像山一樣 是這樣的效果 看上去整個感覺好像是山 很重 它還沒乾 看到嗎 是這樣的效果 下面可以流暢一點 為什麼呢 你說它是葡萄也好 你說它是衣服的尾也好 深淺色可以重去自己做 盆座 如果你想腳比較重 就像漁夫一樣畫到這裡再盆座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但如果你可以 譬如說這個是膝蓋 這樣過來 下面再做一層 又可以 沒什麼所謂 但兩張都可以 最重要給人感覺上就是整個 入定了 好 這個畫完之後 你就畫松樹了 要有一個整體的感覺 要扭令些 而且 重心 深淺水分 是控制得很好 譬如說 我先在這個位置 做一個 類似的 是一個孔 樹孔 你可以一開始畫 可以 到最後才畫 可以 然後這些位置 稍微 用側風 兩種都可以 看著,水份多一點 看著 這樣都可以 但你一定要有一樣東西做到 就是你知道這陸東西的粗幼是多少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不是的 換言之,這個已經是 這個不是的,這個是樹 怎麼知道青苔,這些沒有所謂 停頓 停 OK 松樹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它的皮是一圈圈的 你可以做到最後做出來 一圈圈的 這個字很漂亮 十色的地方是很舒服的 一圈圈 但你也可以一邊做一邊做 一邊做一邊做 看著我 看著我 看不看 好像輪 蛇輪 都可以的,兩種都可以 做到它輪迅一點 然後呢,你看到我的結構是這樣的 如果你看個稿 整個東西的結構其實是 這個地方 OK 我畫得死板一點 死板一點 是這樣分開的 在這裡有一個分岔位 OK 這個分岔位 這裡有一個很小的分岔位出來 這個一定要錄下來 真的 你不錄也要你開機錄的 這樣過來 你不要Lost了自己 不要迷失了在裡面 OK 搞得要找社工 總之你要很清晰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目標 OK 看著 OK 好了,過來 不要迷茫了 不要瞎了 這樣 喝少一點 來 都說了整個堂上 不然不知道我笑什麼 在這裡 這樣過來 這個是這樣在後面過來的 記住 這個這樣在後面過來 所以它這個東西 是這樣過來 是這樣扭過來的 OK 明白嗎 然後這裡上面 就放鬆一點 你喜歡這樣就可以 看不見了吧 這樣就可以 OK 這個主幹怎樣 再分到這裡 看到嗎 主幹在這裡再分 OK 然後這個主幹再分 是這樣出來的 你可以無限延長 比如說我已經做到這裡 就算這樣也可以 都可以 OK 不過因為我不想它這麼低 就好像很繞 很繞 我想清一點 就在這裡 那 那個 重樹的針是怎樣 我們一般來說是這樣的 看著看 在一隊 清晰一點 在這裡畫 一隊 兩隊 三隊 四隊 五隊 六隊 是這樣做的 你想淺一點 漂亮一點 看著這個時間 一隊 兩隊 三隊 四隊 五隊 六隊 是這樣做的 看著這個時間 如果六分鐘要再停一停 OK 跟著 好 甚至有時候多的時候 你可以先按一些松花 然後這裡 多一點 層次不同一點 這樣 就很好看 我這個畫小了 OK 可以畫大一點 可以放射型的 或者可以型一點 譬如說 越來越多 你覺得它太死板了 加一點點松花 甚至這些位置可以 有深淺色的漂亮一點 這裡也可以 甚至這 絲毛筆是這樣的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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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點點深色在前面 就是這樣 就很漂亮 OK 上面一棵這樣 努念的松書 下面一個 入定了的真人 整件事情就很好看 很祥和的 安心 無牽無掛的 三個金有 租交了 自己有一個物業 整件事就在松書下面 之後答對 不用煩 就是這樣 OK